姚明昔日队友黄诚意,因伤至贪,七十多岁,母亲变卖家产,生活艰苦。 姚明作为中国的篮球巨星无人不知,但逼起姚明的成就,他曾经的几位队友却远远赶不上,有些人离开了球场,有些人开始经商,姚明的这位队友过的生活却比大家想象的惨。 黄诚意是姚明在全国青年篮球训练营受训时的队友,值得一提的是,黄诚意家里除了他都是农民,在15岁时,他身高就到了1米98,除了黄诚意之外,他的家人身高都不足1.7米,而他却长到了2.11米。 这样优越的身高,外加出色的身体素质,让他顺利进入了全国青年篮球训练营,也就是在这里,他与姚明成为了队友,同时还是竞争对手。 在1997年,20岁的黄诚意,加入北京京师篮球俱乐部,成为了一名职业篮球队员,参加了甲壁联赛。 作为一个非常有前途的篮球运动员,黄诚意当时的活动也被受关注,但是,在2003年的一次业余篮球比赛中,黄诚意疗不严重受伤,手术治疗失败后他便瘫痪,只有70多岁的老母亲照顾他,这样突如其来的打击对黄诚意来说算得伤是毁灭性的了。 作为家里的经济支柱,黄诚意倒下后,家里的钱大部分都用来给他治病,生活也慢慢变得贫穷起来,为了给儿子治病,黄诚意的老母亲,把所有能卖的东西都给卖了,还上街时黄雷池基本生活,即便这样,他也很难承受照顾黄诚意的负担,每天都只能用白菜就食。 2009年,黄诚意的老母亲用轮椅,推着黄诚意远赴北京治疗,为省钱,母子租住在北京南站的一个窝碰里,母子俩每天的饭被紧失缘,期间,黄诚意也收到了不少捐物,很多人献出爱心帮助他。 2012年,黄诚意被媒体关注,然后被他安排了医院,给他做手术,幸运的是,经过97天的康复治疗,黄诚意丢掉了陪伴他多年的轮椅与拐杖,现在他还能简单的做一些篮球动作,虽然不能再回到赛场上,但是身体已经恢复了和正常人没有很大差别。 黄诚意表示,希望能够有份工作来养活家庭和母亲,不再让母亲这么劳累,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。